HELF INSURANCE 我们的意外的是 因为它有切 MOTOR VEHICLE PI就是个人 Personal Injury 还有如果是 火载在屋里面的 Property Claim 所以呢它是包括医院 手续还有自然的洗 所以第三个第一条 基本上呢我们现在 讲过一遍记得了 OK那第二条 下面来一个 是一个 Life and Disability的 一定要的那个requirement 如果你要考那个保险牌 你要考 你一定要全部ABC 都要的 所以答案就是D 那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要你18岁以上 它一定要你有足够的 资格 还有呢 它要你有一个 business background 所以答案就是D 第三条 如果 如果有一个 车意外的死呢 还有disapplement的印说呢 上面哪一个 是不会 看成是一个意外呢 答案是C 如果员工他需要 不要肚子做手续 因为吃了那个 毒药 答案是C 这个呢是在 你听到看到吗 在lunch room 那这个手续 那这个手续呢 不是算是意外的 它是员工嘛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工商 那A呢 员工如果 因为意外的有一个东西 弄他眼睛忙了 员工呢如果手 断了 他因为给那个鞋头 拆掉了 这两个都是意外 虽然三个都是员工 可是这些是意外 员工时呢 当有一个东西呢 从天上面 那个 天花板顶 掉下来 OK 你看到四个都是员工啊 只是员工吃东西 中食物的毒 这个 不算是意外 不是accidental death 那边的 因为他那个 考古题 说明是not 第四 如果健康保险的保险公司 provider是什么 我问你 provider是供应者 所以provider就是保险公司 你要记得 你在provider上面写公司 healthcare就是 健康保险健康 healthcare其实是医疗照顾呢 所以就是医生啦 provider是什么呢 healthcare provider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医生 所以HMO 答案就是 HMO就是这些healthcare provider OK OK 第五条 答案是C啊 对 如果保险局的局长是有权利做什么 如果那个agent 缺这个权利 就是insular insular就是保险公司 insular就是保险公司 他呢 不给那个权利 这个agent的话呢 答案就是B 他呢 可以保险局 可以把他的那个牌停止 suspend和reful就是停止 就是停止 因为保险公司不授权给他 第六 如果哪一个纸条的几张的文章 它是说保险公司和保 受保员的合约 那policy呢 insular policy嘛 经常说 所以答案是C 你圈圈答案是C 你圈圈答案是C written instrument instrument是什么 instrument是一种 你在下面写 纸张 instrument 对 纸 白纸黑纸的纸 对 中文纸 对 那好了 所以ris肯定是错的 ok ris不是一张纸嘛 好 那warranty的warranty呢 其实在这些考古题 不会是一张纸的 它是warranty第一 什么 所以这个b也肯定是错的 ok 你写 所以你在d旁边写 不是纸 d旁边写 不是白纸 在b for boy 旁边呢 你写thewarranty嘛 thewarranty 这个不是白纸 好了 a provision 是什么 provision 是一条而已 所以它不是合同 全部 不是你 provision你在旁边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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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啊 对 段落的段 段落的段 paragraph嘛 然后你在旁边写section provision 其实provision 就是section 杀来的 所以呢 它就不